这个男人久后乱性 竟和小护士锻炼身体 甚至还闻了情侣纹身 大黄最近总犯困 警报声都不能阻止他睡觉 医生诊断是促睡症 患者随时随地都会睡着 从此大黄不管家里的任何事 妻子无法接受他摆烂 在心理医生的建议下 竟选择与大黄离婚 大黄来医院开药 他风趣的谈话 吸引了小护士的好感 大黄约是拒绝 妹子约是主动 小护士直接打烊 挽着大黄就要约会 两人来到小酒馆约会 妹子觉得她的秃头很性感 像极了硬汉巨石强森 小护士表示 他应该感谢前妻给的自由 在酒精和药物的双丑麻痹下 两人彻底放飞自我 醒来时竟发现猪成大错 大黄不知如何向马姬解释 突然发现妹子大腿上方有条蛇 小护士表示那只是纹身 大黄要跟前妻通电话 即便两人已经离婚 妹子生气的离开 电话拨通后 大姨表示 马姬已经出去约会了 大黄跟妹子正式拍拖 朋友们不理解 为什么美女会喜欢上大叔 是有钱还是活好 原来小护士喜欢大黄的忠诚 若不是被前妻赶走 她永远也无法得到这种好男人 两人静闻上情侣闻身 老猫子也在苦苦寻找另一半 却被大黄无情地嘲笑 莱妮夸赞大黄宝刀未老 她表示年轻人的经历太旺盛 自己已经几个星期没睡好觉了 妹子在大黄见家长 对方不仅没嫌她老 表示自己也找了个年纪小的 画面惨不忍睹 前妻一秒变成后妈 突然未来岳父竟向前妻求婚 马基毫不犹豫地答应 小胡适也希望大黄能主动求婚 因为她已经怀孕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梦 他们还在心理咨询室 医生永远不会劝夫妻离婚 不然自己饭完早就没了 大黄发誓要做一个好丈夫 家人终于团聚 原来刚才的才是梦 大黄确实跟小护士在一起了 他连忙跑回家查看 未来岳父代替了自己 他失去了马基和孩子们 没想到这一切都是马基的梦 心理医生表示 女人婚后会厌倦自己的丈夫 所以才会做这种梦 其实真相是 那一碗大黄喝醉了 和这个女人过了一夜 马基闻到了丈夫身上的香水味 所以才做了这个梦 所以才做了这个梦